Hello大家好,我是YuA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是刚刚发布的Redmi K30s至尊纪念版 一句话啊,骁龙865卖2500块 真香啊 所以接下来就快速的大家开箱上手感受一下 在这个盒子的中间就可以看到写着十周年纪念的样式 那打开之后就是手机本体 我们给它取出来,看一下配件啊 有说明书和卡针 还送了一个保护壳 整体是比较软质的手感啊 这个保护壳上半部分是透明的 那摄像头以下的位置是磨砂的 并且它是有Redmi的大logo 那下面呢就是充电器和数据线了 充电器呢是33瓦的快充啊 这个充电速度相比120瓦确实是不快 但是它是送的 然后看手机本体呢 这个配色是叫月光银 机身是有点类似AJ玻璃的工艺啊 不留指纹这个还是要给好评的 之前的K30至尊纪念版搭载的处理器呢 是天际1000加 那这一次的K30S至尊纪念版 它的配置就又上了一档了 骁龙865 LPD25加上UFS3.1 这个配置也不用多说什么了吧 直接上跑分 安特的跑分直接上到了60万分 所以无论是你日常游戏还是使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续航呢是5000毫安时的电池 加上刚才提到33瓦快充 所以续航也没啥可焦虑的 那我现在就感觉可以给它下一个评语 就是水桶机 那还是看一下细节啊 在摄像头呢 左上角呈矩形排列 最大的是6400万的主摄 1300万超广角 它设置了0.5 1125036个常用的焦距 所以你无论是拍近景还是拍远处都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500万微距镜头和一个闪光灯 搭配MIUI 12的时候可以实现一键魔法幻天 AI魔法分身这些好玩的相片处理的功能 转过正面来就是一块144赫兹刷新率的屏幕 然后它是支持七档自适应的调节 也就是无论你是在看电影或者在游戏等各种场景中 它是会根据你的场景来自动调节的 在流畅和续航方面会更加智能 那你比如说啊 你如果是播放24fps的电影 屏幕就会以48赫兹显示 那如果你播放的是25fps电视剧 那屏幕就会自动给你切换到50赫兹 高刷新率自然也少不了MEMC的运动补偿 所以对高刷新率的体育赛事观看会更加流畅一点 然后呢它还有4096级的亮度调节 以尼特的超低亮度 频闪调光等等的护眼功能 那其他的配置呢 像NFC、X轴线性马达、红外遥控、立体声扬声器 WiFi6是都有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红米K30S之增纪念吧 可以算是小米6钉子户们的最佳替代品了 只不过这个价格可能会让红米K30 Pro的用户略感不适 OK以上就是这款红米K30S之增纪念版的开箱上手了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2499的价格确实是香 不只是它的价格低 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有更多的人 有机会用上骁龙865 UF3.1 LPDDR5整这样的高配置的手机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为小米点赞的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科技的乐趣 也是它们的价值观 OK对于这款手机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细节想问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在后期的使用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在社交账号上分享我们的使用体验 大家我们多多交流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我们一起聊聊生活聊聊科技 我是伊瓦 这里是伊瓦的科技生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